三国初期,天下诸侯纷纷起兵,反抗董卓暴政,建立著名的关东联盟,在关东联盟十八路诸侯之中,有一路诸侯不得不说,此人是三国第一豪杰英雄,实力最强,一生二十多次战役,却唯有一败,却被人耻笑千年,让人感慨万千,这路诸侯不是别人,正是关东联盟统帅袁绍,说起袁绍,很多人心中是鄙视的, 因为他在大家的心目中,就是一个典型的无能者,按照演绎之中的说法,就是色力胆薄,好谋无断,干大事而牺牲,见小力而望命的糊涂蛋,而事实上,袁绍应该算是一位汉莫豪杰,而且是一位诗人正,得人心的枭雄,现帝春秋记载,少为人正宽,百姓得知,河北市女莫不商院,事相挥累,如获丧心,少年俊才的袁绍,又出身四世三宫的豪门, 虽然是树子,却因为修身养心,品行高洁,又好游侠,因而结交天下豪杰,像八厨的张淼,未有复仇的何庸,复南不但的许优,仗义赐着的武服,连曹操都是袁绍的好友,在清高正直,勇于复南等形象方面,远远超过了嫡子袁术之上,袁绍也有忠意的一面,何尽谋杀宦官,袁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, 可以说宦官基本上是袁绍带人杀掉了,而且在董卓遇废帝立威的时候,袁绍是第一个敢怒对董卓的人,约天下见者,其为董公,要知道,当时董卓权清天下,无人敢直面董卓,更何况动刀,而袁绍做到了,这时候的袁绍,何尝不是热血沸腾,忠意无双,正因为如此,故而袁绍在关东联盟 兴意,逃懂贼,被公推为盟主,说明当时的袁绍在世人面前,是多么的得人心,后来冀州穆韩富都将自己的地盘拱手相让,实乃天下所不知辈,后来在汉末群雄歌剧争霸之战中,袁绍先占据冀州,就采用举兽和田丰两大谋臣班子,又先后夺青并二州,并于建安四年的一经之战中,击败了歌剧幽州的军阀公孙赞,统一河北, 势力达到顶点,成为三国实力最强诸侯,尤其是在对战公孙赞的时候,又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,就是袁绍又一次被公孙赞围住了,攻时雨下,填锋准备让袁绍躲避,而袁绍霸气的说道,大丈夫当前斗死,而入墙间,岂可得活乎,再一次证明,袁绍时乃活脱脱的英雄,遗憾的是,袁绍一生二十余战,对战张燕,公孙赞都胜了,却在关渡之战, 败给昔日的好友曹操,从此北方实力进行了反转,曹操正式崛起,袁绍在关渡败后,就逃回济州,不过还是平定了各处的叛乱,但是因为元气大伤,袁绍忧郁过度,不久也病逝,由于袁绍平素有德政,去世之时,河北百姓没有不悲痛的,势力向监挥洒着眼泪, 如同失去亲人一般,学界历来评价历史人物,深受城王败寇的观点影响,对失败的历史人物,往往贬得一无是处,袁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,袁绍的一生,有过辉煌,虽然失败了,不失为失败的英雄,如果袁绍不败,凭借实力和名气,三国天下,或许就归袁绍了。